音乐 音乐 各位 再次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 在另一个层面上 我们物质世界 觉得的矛盾 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 各位 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样听到了 因为有的时间就有先后 有的时间就有先后 当你想要用试 時間來解釋宇宙的起源 你就解釋不了了 所以 再次說 當進到了精神領域 我們的物質的觀點 就不存在了 好 舉例而言 之前跟大家講過 往生後的人 他的心理狀態 跟我們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們的自我意識 變成了他們的潛意識 而現在 我們被認為我們潛意識的自己 變成了他們的主要意識 比如說我們現在主要使用的肉體 是什麼 身體嗎 而往生後的人主要使用的 身體是什麼 靈體或星光體嗎 那往生後的人經驗的時間 跟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他的那個領域跟我們的時間是不一樣 我們的時間是一分一分一秒一秒 往生後的時間 比較像潛意識的時間 他是同時存在 而且跳來跳去 這樣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往生後的人 他知不知道你是誰 知不知道他跟你的關係 知道 可是對他而言 他好像做了一個夢 夢到他曾經當過你的爸爸 聽懂了嗎 就像我們在 回想我們的潛意識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用自我意識在運作 可是當我們進入 死後的領域 我們現在的自我意識 本來在前排嘛 變到後排 變到後排了 而死後的人所主要使用的意識 是他的潛意識 好各位 那 重點來囉 如果你們想把自己修煉得好一點 死亡之後不要 老是找不到路 很簡單 從今天開始 越明白自己潛意識的人 死亡之後 越不容易迷失 越探索自己內心世界的人 你在往生之後 你會越清楚明白 各位 什麼叫內心世界 你內在的 情感的自己 直覺的自己 你內心 你 不去覺察跟面對的自己 各位聽懂我的比喻嗎 好 還是你 每天都只關心 柴米油鹽醬醋茶 你很少關心你的內心世界 好 所以你們每個人 每天都要問一個問題 我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子 我能多覺察到我的內心世界 因為當你越覺察到你的內心世界 往生之後 你就越能夠自在跟自主